这个女孩太坏了,她竟然把喜欢的男孩抓进家里娟养,先打上一针哑巴针,再将双脚钉在地上,一言不合就大性伺候,不顺从她的话,就会被改造成不人不鬼的怪物。 杰克做梦都没想到,眼前这个一脸人触无害的女孩竟然会是一个喜欢娟养男友的大变态。 当劳拉向她告白时,她毫不犹豫就拒绝了,因为她已经有女朋友了。 告别了劳拉,杰克和女友在车上秀恩爱,而劳拉直直在窗口站着,脸上全是愤怒与不甘。 温存之后,女友把杰克送回了家,看到母亲一蹶不振的样子,杰克内心非常煎熬。 原来在半年前,她开车带父亲外出,结果不幸遭遇车祸,父亲在那场车祸中丧生,杰克就一直生活在愧疚与痛苦中。 母亲变得患得患失,不再允许杰克坐车,这天杰克外出登山,她带着心爱的狗,有路不走,而是徒手爬上了陡峭的山壁。 放开一只手让自己悬空,这种感觉让她暂时得到了放松,但稍不留神就会摔下去。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,她终于爬上了山顶,躺在地上大口喘气,本来一切都十分惬意。 然而,当她坐起来的一瞬间,一个男人出现在了她的身后,狗子在附近大声警示,但杰克戴着耳机什么都听不到。 男人过去,一把捂住了杰克的口鼻,母亲心中隐隐不安,打电话已经是无人接听。 男人开车皮卡,将杰克拖到了远处,母亲焦急地出门寻找杰克,女友也来到家里找杰克,结果都找不到她的人影,一直等到黑夜,突然听到狗子的呻吟声。 他们一看,狗子满身是伤,他是爬着回来的,女友只好给认识的警察打起电话,但警察以为杰克可能只是耍脾气,用不了多久就会回来。 女友带着狗狗去智商,可狗子没能撑过去,在路上就去了汪兴,公路上一只野兔躺在路边。 皮卡经过又倒车回来,捡起地上的兔子,穿过又黑的天间小路,来到了一间偏僻的小屋。 男人下车后,一个女孩匆匆赶来,他正是劳拉,看着车上奄奄一息的杰克,他忍不住埋怨父亲。 你全搞砸了,他活不了了,不仅赶忙去查看,确认杰克还有心跳后,他们把杰克搬进了房间。 劳拉在杰克的照片上,画上了一个特殊的符号,贴在自己的收藏册里。 随后,父亲大壮拿来了一个礼带,里面是一双粉色的鞋子和一条粉色连衣裙。 看劳拉非常喜欢,大壮也很欣慰,他正要转身离开,劳拉却叫住了他,当着他的面,直接就开始换衣服。 大壮的脸色如渐变得微妙,抬头低头肩,近视忐忑不安。 他夸赞劳拉,就像话一样美丽。 过了很久,杰克方才醒来,他被绑在了椅子上,身上也被换成了西装。 对面是正经畏作的大壮,右边是一个神情莫娜的老女人,脸上还有不知名的伤口,离自己最近的,是一脸阴森的劳拉。 杰克使劲挣脱,却也无济于事。 劳拉一脸坏笑,拿起了一个蓝色瓶子,缓缓抽出一管蓝色药水,而大壮已经用双手控制住了杰克。 随着一声惨叫,杰克被强行打了哑巴针。 劳拉和大壮同时发出兴奋的叫声,劳拉揽过杰克拍了一张合照。 随后又把自己的母亲拉过来一起拍照,劳拉称呼自己的母亲为亮眼。 由此看来,这一家三口是一种非正常的关系。 母亲被大壮架着坐到了椅子上,合照时,劳拉偷偷把手伸到了后面。 趁大壮按下快门,她使劲拽了母亲的头发。 母亲发出惊叫,果然遭来了大壮的责骂。 劳拉目的达成,笑得十分得意。 晚餐时,劳拉和大壮津津有味地啃着鸡骨头,而劳拉悄悄在背后截手腕上的绳子。 啃完一个鸡骨头,劳拉还不忘和父亲拿鸡骨头许愿。 大壮一脸宠溺地说,我是给你许的愿。 劳拉也回应着大壮,我也是为你许的。 随后,她转头看向母亲,瞬间变脸。 她问大壮,我和亮眼谁更漂亮? 大壮低着头不敢回答。 最终吞吞吐吐说,你们都漂亮。 劳拉对这个回答非常不满。 她拿着一个鸡腿塞进母亲口中,像为牲口一样为她吃东西,随后还拿牛奶灌她。 而亮眼始终是一副不清醒的状态。 但随后,劳拉又把目标转向了杰克,拿着一个鸡腿往杰克嘴里塞。 杰克倔强地闭紧嘴巴,劳拉被激怒了。 她一个眼神过去,大壮就拿起铁锤坐到了杰克面前。 在强弱力的威胁下,杰克忍着恶心吃下了鸡腿。 但劳拉仍不满意,她伸出手指命令杰克。 这个女孩太残忍了,她将心上人囚禁,伸出手指放到男孩嘴边命令她。 在她的锤子威胁下,男孩在无尽的屈辱中咬住了她的手指。 看到这一幕,大壮不淡定了,她拍了桌子直接站了起来,劳拉也赶紧收回动作。 这时,杰克哼着要上厕所,只见劳拉一口把杯子里的牛奶喝个精光, 然后拿着杯子放到杰克身下,逼迫她就地解决。 但这种屈辱的事情,杰克怎么肯答应? 然而她不知道,劳拉是个狠角色。 她又一次叫来了大壮,拿起锤子和钢钉,说她就是用这把锤子解决了你的狗子。 接着,劳拉开始倒数。 如果十秒内杰克没有解决,她的大宝贝就要被永远钉在椅子上了。 这是何等残忍。 终于在劳拉数到期的时候,杰克妥协了,但劳拉很快就又换上了凶狠的表情,表示让杰克变成公公。 杰克双腿一使劲,直接把劳拉踹翻在地。 这时,她也解开了绳子,瘸着腿就往外跑。 大壮因为女儿受伤心生愤怒,她不给不脉走到外面,搜寻杰克的踪影。 变巡无垢后,坐上了汽车,杰克恰巧躲在车底。 在皮卡发动的那一刹,杰克翻到了外面,却也直接被车灯照出,大壮开车就撞。 杰克拼命逃窜,这时劳拉也跑了出来,他们发现杰克躲在了一棵大树上。 劳拉玩心大气,她拿起手电照着树上的杰克,捡起石头,让大壮往杰克身上丢。 杰克一边抓着树干一边躲,非常吃力。 劳拉干看着不过眼,还要亲自戏弄杰克,她捡起了几块大石头,狠狠朝杰克杂去。 杰克终于支撑不住,从树上摔了下来,这次回去,大壮把绳子系得更老了。 接下来,她要拿出一把刀放在杰克脚上,拿起锤子,跃跃欲试后,敲下了第一锤。 杰克发出了歇斯底里的惨叫,劳拉赶来围观。 随着一锤一锤落下,她威胁杰克叫出声,但杰克不肯屈服,死命咬着牙齿。 硬是没有发出一点声音。 劳拉健壮又换上另一副面孔,拿起相册让杰克看自己小时候的照片,包括自己从小到大猎来的男孩的照片。 每张照片上都有一个同样的标记,厚厚的一本笔记上,最后一页贴着杰克的照片。 劳拉拿着刀叉和大壮并排站在杰克面前,杰克身上为她画了一大片图案,这还不算完。 劳拉又拿起盐罐,不停往杰克身上撒盐,这实在是太残忍了。 这对变态父母接下来又在房间里自导自演了一场舞会。 随着音乐响起,大壮给劳拉带上了公主帽。 劳拉和自己这次的猎物拍了合照,她和杰克一起跳舞,跳着跳着又大骂她不是自己找的王子,而是一只青蛙,一脚踩向杰克的脚。 然后伸手邀请大壮一起跳舞,杰克趁机解下手腕上的绳子,一不小心把手链吊在了椅子上。 好在父女二人没有发现,他们正深情对望着彼此。 沉浸在舞曲中,劳拉向大壮告白,说大壮才是自己的王子,两人正要捅破那层窗户纸。 可关键时刻,杰克制造出了动静,他又要面临残忍的惩罚了。 另一边,杰克的女友联系了熟识的警察朋友,准备对杰克展开搜救,可杰克这一边已经等不及了。 大壮拿出了刚才在路边捡的兔子,打开了地下室的一扇门,紧接着地下传来一阵阵吼叫。 这是一对变态妇女,从小到大,只要是女儿看上的男孩,父亲都会不惜一切把男孩抓回家里,改造成怪物供女儿玩耍。 家里的地下室关满了这种怪物,然而女儿还不满足。 地下室里都是劳拉圈养的男人,他们被折磨的已经没有了人的思想,路边捡来的兔子就是他们的食物。 大壮从车上提来一个箱子,劳拉满眼期待地看着杰克说,你是我的第一个钻炼品。 箱子打开,里面是各种各样的工具。 大壮交给劳拉一把电钻,交代他别太用力,这玩意儿劲儿太猛。 最后大壮再一次扼住杰克的脖子,劳拉举着电钻,缓缓逼近。 关键时刻,劳拉手滑一下,杰克才保住了一命,但他很快又调整姿势,重新逼近。 杰克的惨叫声混合着电钻轰鸣声,简直惨绝人寰。 大壮查看过后,表示劳拉的初次练习很顺利,接下来他们要给杰克洗脑。 这一步骤完成后,杰克就跟弟弟的怪物一样了,而他所说的真正的是字面的意思。 他端来一壶开水,就要往杰克的天灵盖浇,结果一不小心浇到大壮手上。 看着劳拉的样子,大壮恨铁不成康,又拿起了电钻,杰克这次就没那么幸运了。 正当杰克命悬已现的时候,他开始了绝地反击,拼命扯断手上的绳子,一拳上去,把电钻对准了大壮。 在妇女而然还没有反应过来时,杰克又迅速捡起电钻,拔掉脚上钢刀,愤怒挥向大壮,朝他复仇。 劳拉兼父亲被害,疯了一般扑向杰克,两人缠斗在一起,虽然杰克身上多处受伤,但还是凭借强大的意志力,发挥了强大的爆发力,直接就将劳拉制服。 接着,他又冲向大壮,一把将他推进地下室,里面的怪物迅速围了过去,将大壮啃食殆尽。 杰克被这一场面惊呆了,他没意识到身后逼近的危险,劳拉猛地把杰克扑倒,将他也推进了地下室。 杰克使劲抓住墙壁,却还是被砸了下去,失去了大壮,劳拉崩溃大哭,为了给父亲报仇,他把地下室的门关得严严实实。 危机关头,杰克凭借极强的求生欲,击推了那些怪物,这里简直就是地狱。 另一边,杰克的女友突然想到,和杰克分开前,他曾告诉自己,劳拉邀请他一起参加舞会,女友赶忙给警察打了电话,告知了他劳拉家的地址。 而这个警察的儿子,在几年前也失踪了,不出意外的话,应该也是被劳拉倦养了。 杰克赶到劳拉家时,家里一片混乱,他发现了地下室,将门缓缓打开后看到了杰克。 就当他准备救杰克出来时,劳拉突然从警察背后出现,一招解决了他,推进地下室。 杰克非常崩溃,他捡起警察的枪,狠狠打向劳拉,结果都被夺掉了。 随后,劳拉走了过来,说他下一个目标,就是杰克的母亲和女朋友。 杰克非常着急,他开始寻找出去的办法。 脸看已经清晨,劳拉已经拿刀上路,他走在马路上哼着歌,神情呆滞,如同死神一般。 突然,杰克女友开着车出现在劳拉身后,劳拉站到了一边,女友感觉突然撞到了什么东西,定睛一看是散落的相册。 下一秒,劳拉打开了杰克女友的车门,他拿刀就刺,女友被按在了地上,他拼命逃跑,而此时,杰克也从地下室逃了出来。 他开着警车,正好和女友擦肩而过,一个不留神,撞飞了在后面追赶的劳拉。 女友坐上警车,看着被折磨至此的杰克非常心疼,将他抱在怀中安慰。 然而这时,劳拉还没咽气,他在公路上爬着,杰克和女友对视一眼,决定一不做二不休。 杰克开始倒车,毫不犹豫地撞上了劳拉。 杰克死里逃生,可喜可贺,他和女友一起回到了家,和母亲团聚。 此时,这场噩梦终于结束。 《夺命之爱》是2009年上映于澳大利亚的一部恐怖片。 影片中,由于劳拉父亲无条件无底线的溺爱,导致劳拉心里扭曲, 无论是得到的还是得不到的男人,他都要毁掉。 但事实上,他真正喜欢的也不是这些男人。 而父亲出于对他的溺爱,竟然做了十几年这样的恶魔行径,甚至连自己的妻子都没放过。 杰克是不幸的,他没想到,自己只是拒绝了一个追求者,就被恶魔残害。 好在最后,他逃离了恶魔的魔爪。 这也是一个能被观众接受的结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